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了经济农业界委员联组会 委员们踊跃发言 李克强说 过去五年我国发展攻坚克难、成就辉煌、成绩实属不易 这是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 全国上下同心奋斗的结果 政协委员们做出了贡献 今年要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、推进改革开放创新 优化营商环境、深化放管服改革 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优化创新生态、发挥人力资源优势 推动双创升级、促进新产业成长、壮大新动能 优化经济结构、着力发展实体经济、加快转型升级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依靠科技提高农业竞争力 完善重要农产品收储机制 持续增加农民收入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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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